他们的话术真的厉害 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们做过的案例 第三者分手的时候 是这样跟男人说的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 你不想让孩子受伤 不想让父母担心 我真的舍不得 我舍不得让你这么为难 你要是觉得压力大 那我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我永远都爱着你 你需要的时候 我永远都在 你们别小看这段话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这话说的有多么巧妙 前面他先说 男的负责 说男人对孩子对父母都有担当 这句话是很多男的死去 因为不管在老婆眼里 这个男人有多不负责任 多么没有担当 男人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有担当了 可负责任了 而第三者呢 他知道男的心里想什么 他知道这个男人想听什么 所以加以认可 男的心里就会觉得非常舒服 那第二句 他说我舍不得让你为难 这就是在替男人着想 又点出来了 我是理解你的 我是支持你的 这种支持感男的都想要 他就会觉得这个女的太体贴我了 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为我考虑 然后男的正沉浸在这种认可和体贴的温暖当中呢 女的又来了一句 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 这相当于前面还热着呢 突然哗冷下来了 我之前说过忽冷忽热最为之谜 男人就懵了 她的情绪上第一反应一定是 我不想分 我接受不了你离开 那最后女的还补了一刀 我会永远爱你 只要你需要我永远都在 你们听听这话多卑微 多付出 多令人遗憾 前面难道心里还咯噔一下 听了这句话更难受了 凭什么我们有情人不能忠诚眷属 这男人的情绪就又被挑起来了 就这么这四句话 男人的情绪起伏了好几次 他怎么可能狠心分手呢 那第三者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呢 反正在我们咨询当中发现 因为他们很多人有专人指导啊 我们这十年咨询当中 真的会发现很多第三者会花高价 参加各种培训班 还会和他们所谓的同行姐妹们交流经验 他们对付和勾搭男人的方法多得多 而我们很多原配 遇到婚姻问题的 要么问父母朋友也都是一些不专业的人 很多家里人只会劝你 人人吧难道都这样 有些女人呢觉得老公输鬼太丢人了 就自己憋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那还有一些人呢 连买本书的钱都不愿意花 甚至一听咨询要花钱就说 哎算了吧我不学了 你一个人对付他们一个专业团队 你自己还不提升自己的能力 这个力量肯定是悬殊的了 如果您能够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